新年一史,慈祭之工在越南平阳省宝康县、 副教县还有游丁县为贫困弱势家庭发放物资 八十八岁的五婆婆是独居老人 一大早五点多转了两趟车才到 平阳省距离首都胡志明市仅有五十公里 慈祭长期在此关怀祝贫也带动社区志工一起耕耘福田 爱的种子萌芽也会是未来 扶贫祝若的最佳推手 用希望迎接春暖花开的一年 大海新闻珍珊美志工越南报道